各位,大家現在在螢幕上見過 是我們這裏的Smith Family 是一個福利機構的網站 要求人們幫忙捐錢 就是Bridge the Digital Divide 因為我們這裏有些貧富家庭 在家裏是沒有Laptop或者Internet的 在今年的社會沒有網絡沒有電腦 可以說是對於學習一個非常大的障礙 現在的學校很多學校已經有部分課程 或者資料是要求同學在網上找的 我們看看這裏 他就說大約是每六個學生 六個學生中有一個沒有網絡在家裏 這裏 One in six of the families 一至每六個家庭中 就有一個是沒有辦法 assess the digital tools that the children need for school 他們學的兒童在學校需要的網絡是沒有的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另外就說 有百分之五十一的家庭 是沒有辦法負擔一個電子的工具 去幫助學生做功課的 那很多只可以靠他們的電話 才可以拿到一部分資料 電話上的螢光膜很小 跟正常的Laptop上有一個非常之大分別 因此這裏他就叫大家捐一下錢 幫助家庭得到Laptop 得到Internet Connection 因此可以學到一些網上的技巧 Digital Skills 他們會提供技術上的支援 這裏一樣 如果大家有興趣捐款的話 就可以在連接那裏找到The Smith Family 不過我主要想跟大家說 我們現在澳洲這裏 就是每六個家庭之中 有一個家庭是沒有Internet的 而有五十一點六的家庭 是沒有辦法提供到一些工具 給那些小朋友 用來做學校功課 澳洲是一個相對富裕的國家 所以我相信其他地方很嚴重 不過我不相信中國的家庭 會面對類似的問題